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陶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接着分享 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陪优卷 跟我学习的孩子手里都有这套试卷 我希望大家把这套试卷利用好 因为这套试卷它的重难点特别突出 就是能够帮助你检测你这个单元学完以后 你还有哪一个知识点没有巩固 没有掌握住 你还可以在做完试卷以后回过头来 把这个知识点再进行一次巩固 我先做,做完以后再给大家分析 哪一个地方比较难,你特别要注意 这是第三单元选择题 这张试卷相比较我前边给我们班的孩子 进行测试的试卷 稍微难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这张试卷想考90分的话 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不仅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得要好 后边拓展题你也要能做好 这不仅仅是要求你平时上课认真听 你上课认真听把老师给你的笔记都记住了 你还得利用好课下时间去复习巩固 我们知道现在双减作业几乎是没有 然后要求孩子会背的 孩子不一定能背的这么熟练 要求孩子会写的 很多孩子是学三个字忘两个字 家长们现在是有各种资料 各种方法 希望带着孩子在家里再去学一学巩固一下 但是孩子通常给家长的回话是什么 我不写 我不做 因为老师没有布置 我平时上课 我是经常叮叮叮叮着孩子们去写 但是真的写字对孩子们来说 写多了是很痛苦的 可是不写他真的不会让你去想一想 今天学了五个生字 你就在课堂上老师读一读 带着你说一说 然后训练你写一写 回家以后你就把它丢掉了 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五个字你还能认识几个 还能写出来几个 所以我说经常练习是必须的 基础知识想不丢分到三年级已经很难了 我们看到像这个注音有误的一项 这八个字你都要能够判断 准确你才能做对 他问你有误的一项 就是注音有错误的 就说明什么 这其他六个是对的 或者七个都是对的 吞咽 惊咽 后鼻音 你看这是一个难点 跺脚 努力 这个努 它也是一个难点 其实有的时候 他会头上给你两点 诱人 你看诱错了 变成了秀 祖宗 这里是亲生 许多孩子还不会判断 召开 很多人说召开会议 其实是召开 不是召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选币 币 它这个诱人写成了秀人 所以你看仅仅两分这一道题 就这么难 孩子想考高分 这样的题目你怎么去训练 大家可以看到 三年级的生字在上课的时候 它不作为重点 但是我依然会干什么 尽可能的把难点的字给你提炼出来 你看我们学生字的时候 这13个生字当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 123 我给你标出了三个圈 长期跟着我学习的小孩 他都知道为什么这三个读音 要画这个圆圈 他们是考点 也就是像这样的字 它是经常出现在这样的题目当中的 它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你把这些容易错的找出来了 平时去加强了 是不是比你十几个字天天去读 要能够节省时间呢 到了高年级 你学习要去抓重点了 不能全面铺开 你也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精力了 好 这是上课时候 你就这样注意 课下这样巩固 第二 加点字 注音完全正确的 又来了 看到吗 明晃晃 是肯定不对的 明晃晃 再看正 这个是多音字 也容易出现错误 包括这个鸡 像这样的 真的是你日常要训练 好 第三 下面书写有误的一项是什么 你看啊 总共八个词 哪一个词错了 这一项就错了 我们第一个 刚才 刚写错了 所以我们选 词语搭配不恰当的 以前一二年级的时候 都是让我们这样 什么样的炮火 什么样的阳光 对吧 填前边的形容词 但是到了后边 他给了你八个词 让你选择 哪个不恰当 孩子们通过前边两年的积累 到现在去做这样的练习 他才能够做好 好 接着再看 第五 加点词语使用有错误的一项 哪一个词语使用的是有错误的 同学们我们看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课文当中出现的句子呀 C 一头大黄牛从红头后面去 渐渐走过来 对不对 不对 他跟课文当中不一样了 好 第六 说法有误的 最体有点难 为什么 说法有误 他给了我们一二三 三篇课文 加上原地当中的交流平台 他问你 哪一项是不对的 那你要对课文全部都理解 你才能够做对 说法有误的是 一块奶酪 蚂蚁队长让年龄最小的蚂蚁 吃掉奶酪渣 它是故意性优小蚂蚁 违反纪律 对吗 我上课时候带大家 我怎么理解的 他让最小的蚂蚁吃 这是关爱弱小 他不仅一生作则 不去违反纪律 而且严于律己 严格的要求自己 他还关爱又小 所以第一是不对的 好 这是拼一拼写一写 像前边这样的训练啊 包括这个拼一拼写一写 平时都是有训练方法的 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了这样一本书 三年纪的 还记得吗 如果你不会像我这样去找 重点字 考点字 你就去做这个题目 看词语写拼音 我们来找第三个单元 那么我们学过的生字都在这里呢 照旧 你进行注音 你把它拼音注好了 你打开书去进行对照 全部都对了 说明这些字音你都掌握了 然后就是现在这一题 大家看一下 看拼音写词语这一题 学完一课 你就看拼写词语气进行的训练 这是针对这一课的 也就是每一课都有 等到最后 学完了 大家看 第四单元词语过观测 也就整个第四单元的词语 它全部都给你了 然后你去填一填 包括后边 这是给你具体的语境 让你去填写 因为现在很多试卷 它也有可能这样去出试卷 这就增加了难度 你就通过平时的训练 然后去对基础知识 进行一个巩固 那么巩固完了基础知识 这里加偏旁 变成新字 再主词 好 这里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加偏旁 不等同语 加不减 这是两个概念 照样子 写词语 这是我们原地当中的 与口有关系的 我这样出试卷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的难点不在这里 如果再给你进行一个细分 让你我还能写出几个 带有口子旁的字 表示语气的 这我在上课手 给大家拓展了 对吧 再看第五 给加点字选择 正确的解释 一二年级 我们在训练什么 会写 会辨别它 会区分它 给你词语 同音的 行径的 会区分 到了三年级 要求你理解了 一个字 给你几个意思 你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 对它进行理解 看到吗 是这样 这种题目 然后第六 按要求完成句子 像句子练习 就是三年级的考试卷 它是必定会出现的 像把字句 被字句 写句题啊 比喻句啊 我这个地方都没给你 防写比喻句 女人句 包括排比句 都没有给你 或者说 给你几个句子 让你去排列顺序 这都没出现 因为什么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难题都放在一张试卷上 那就是没有孩子能考好了 我们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是进行检测 找出孩子掌握不好的地方 拿出来 再进行巩固 并不是说要把孩子给难倒 把孩子给考倒 好 这是把名言补充完整 这是原地当中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然后进行一个拓展 这个拓展就是第三单元 读书吧当中出现的 要求我们读的 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 我们看到读书吧当中 给我们提供的 其实就三本书 一本是什么 安徒生童话 另外一本是什么 稻草人 还有 格林童话 所以家长说老师孩子都已经读完了 他还可以读哪些书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 其实都是有的 你像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你像胡乐伯先生的长胡子 他都是节选 也就是他整篇课文 只是他的一个部分 不是他的全部 像这里出现的 书或文章的题目 都是三年级的孩子 可以读的课外书 所以并不是说 你只有在读书吧当中出现了 孩子才去读 包括这个小狗学教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课外书 你读完以后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来考你 你说你如果没有读 这样的题目 你就做不出来 课内阅读这篇文章 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知识 这个是反出 它是一个重点 我给的一定是重点 然后这地方给大家挖了一个坑 为什么呢 从选段中找出 亲头鼓励红头的句子 它不是一句话 它是两句 红头不要怕 你会出来的 你是勇敢的吸水 你一定能出来的 我上课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求孩子 写下来 鼓励的话 我在上这一课的时候 我是不是都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什么 亲头很着急 这里是什么 红头很害怕 再害怕 这是什么 这是亲头在鼓励 红头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上课你要认真听 笔记你要做 不做笔记 三年级对上 你就没法学好了 因为很多课文当中出现的点 老师不可能上课反复去打磨 点多了 很可能一节课讲一遍两遍就带过去了 好 这个地方 红头听了亲头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 咬着牙 不让自己失去知觉 这是课内阅读 然后这里是课外 课外是金海罗小屋 三年级的阅读题 它比一二年级难度提升了 不是一个台阶 而是几个台阶 一二年级都在寻找明显信息 都在对短文的道理啊 去进行寻找 它很少让你自己去总结 然后对短文当中出现的一些重点句子 有一些修辞 可能会点到 但是到了三年级 它以理解为主 我们读完这个金海罗小屋以后就看一下 找进一词 像这样的 我带着做 我都是要求大家进行积累的 对吧 它坐在森林里哭泣的原因 看到吗 虽然是选择题 但是你要理解这篇短文才能找到 它为什么哭 它迷路了 找不到爸爸妈妈 那么第三加标点 加标点你记住了 一般情况下加标点它都会出现在有提示语的句子当中 我今天还跟我们班的孩子讲到这个提示语 提示语在前边冒号前引号 提示语在中间逗号前引号 提示语在最后直接就是句号没有前引号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注意区别的 好三年级考试的重点 第四 有了谁的帮助 小鼹鼠帮小海豹找到了他的爸爸妈妈 这里少了一个痕迹啊 有了海罗的帮助 也就是金海罗 小鼹鼠帮小海豹找到了他的爸爸妈妈 那么小鼹鼠为什么要搬到这个海罗小屋里去居住呢 是因为经常能听见小海豹的声音和他说话 你看只有你对课文理解了 你才能做对这样的题目 读了文章 你是喜欢小海豹还是喜欢小鼹鼠呢 说说你的理由 不管你喜欢谁 你都要把理由说清楚 而且你喜欢谁 这是一个问题 说说理由 这是两个问题 我发现三年级的孩子 就是我班里的孩子 在做第三单元测试卷的时候 也出现这种问题 他去回答第二个 第一个还没说 他就直接说 因为小鼹鼠怎么样 因为小海豹怎么样 他直接去做 好 这是第三单元的测试卷 除了我给你挖了坑 最难的也就是课外阅读了 想考90分都很不容易 因为前边的基础 需要你平时去训练 为了节省时间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书 去进行一个训练 什么生字啊 词语啊 包括要求你填句子 凡是跟着我学习的孩子 就是跟着我上课的孩子 不要去买这本书 因为我课程里边有 我给你做了这样的专项训练题 但是很多孩子 他没有跟我学习 他就是听一听视频 那我就建议你 买一本这样的书 去练一练基础 这张试卷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争取尽可能的 提前把试卷都分享给大家 好 喜欢我的分享 可以点关注我 别忘记长按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